而且外资应该有回头去加码 520后第三天台股强势开高走高 加权指数盘中收上21567点 中场大涨315点收在21551点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逼近4400亿 AI的主轴到目前为止都持续不变 那台育电是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正好在硬体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看起来台股正好是供逢其会 一档台基电贡献大盘近一半指数 收回回答财报出炉前的加持 台基电盘中大涨24元 收盘站稳864元新天价 市值破22.4兆 大盘市值更冲上67兆新高 短短半年增加11.7兆 相当于10家中华电信市值 背后最强势的是半导体AIPC两大族群 未来AI真的整个出货量比预期要来得好 代工另外像散热 这些股票都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 回答财报AI商机加上6月 Computex电脑展炒热电子股行情 反观520后观光旅游股一片惨淡 大盘现在都没有出现任何转弱讯号 其实是不用去预设高点 最近的ETF会比较热门的 应该是跟大盘观念性比较高的 台股改写新高 连带ETF受益人数也破225万人大关 台积电比重越高的涨势也越猛 含积量成了投资人出手指标 在这波资金狂潮下台股多头 有望持续发酵 近期温许少余嘉伟采访不到